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内从事保险业务工作的人已经高达36 7万人了 这是非常竞争的一个行业 是不是每一个人在这个行业里边都可以发展得很成功呢 事实上是不然的 我们看到很多人半年三个月就阵亡了 也有的人一路走来颠簸 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在这个行业里边发光发热的人 要从事保险业务的工作 除了要有热情 除了要有信心以外 除了要有专业以外 我想单位主管的带领教导 还有这个团队本身的运作非常非常的重要 团队怎么样互相学习 怎么样互相加油打气 还有团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专业 或是各方面的知识来教导 让我们的业务同仁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特殊的技能 然后让客户从拒绝 从不接受到接受到最后 变成没有你不行的保险理财顾问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今天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一个专业的团队 基优的团队 到我们现场来现身说法 那这个就是永达保险经纪人的基优团队 欢迎三位 那我来介绍一下 第一位是永达保金的协理 严富敏 严协理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区经理蔡伟茹 蔡区经理您好 主持人各位现场的观众大家晚安 大家好 第三位是筹备处经理石文仁石处经理 主持人各位观众晚安 好 欢迎三位 我想我刚刚提到的那种团队的运作 我们还是先回到个人 如果我们讲一个团队是一个森林好了 我们刚进来应该都是一棵 一棵可能有的是小树苗 有的是稍微大一点点的树苗 但是它可以发展成一座森林 我们还是要回到原点开始 协理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您现在这个团队大概有多少人了 目前两岸加起来是大概200多人 两岸 是 包括中国大陆那边 包括中国大陆 因为目前来讲中国大陆 我们目前在那边有做开点 那在台湾有多少人 将近百人 那您加入这个行业有多久 然后您为什么加入 怎么样发展出这样的团队的 这是应援机会 因为在这个94年的时候 那因为那时候是最低税户 那因为 14最低税户 95年要14最低税户 那因为一个就是我们币种的一个 他来讲说有一个商机 一个税务的商机 那我想说对客户也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来听这样子一个税务的商机 对客户到底有什么帮助 没想到保险可以解决客户很多的问题 所以从那时候真正的接触 因为以前我是证件公司的 那证件公司的是在做投资 怎么想要做保险呢 也是不会的 就是因为应援机会 是因为客户的需要 是这样子的 所以是在那个最低税付实施之下 然后您看到保险 可以在客户的这一端 帮他做一些结税 是的 是的 有一些的商机 因为保险是一个解决工具 如何解决客户的问题 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您看到的是说 保险是比你在证件上面 在结税这方面功能是更强的 是 它有一定的功能性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工具 起先我们是不了解 因为我们以前在证件公司 那总是做投资 所以对于保险这种 投资报酬率相对的 比较稳定而已 那事实上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很多投资人都是这样子 那但是因为接触以后 才知道原来保险 它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当然就是有符合法规法条 合规合法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的话 原来可以这样子 那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那当然慢慢的接受这个行业 也因为这样子的转值 到保险业来发展 像蔡经理跟石经理 也都是您带出来的吧 属于您的团队里面 是的 是的 好 那个叫筹备促经理 所以是即将成为促经理 是的 那是不是也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您走入这个保险这个领域的过程 好的 就像傅明协理刚刚提到的 在95年的时候 开始实施最低税负制 那时候其实我也是当 政筑分公司的经理人 可是我对这个议题毫无所知 可是我一直以为 我应该在政筑公司的领域中间 我已经吸收到很多市场上的资讯 还有一些全球的一些展望 这是我们在政筑公司很强项的部分 但是对于这些相关的一些规划 包括刚刚提到的税务规划也好 退休金的规划也好 我们是完全无知的 所以在这个因缘计划的状况之下 我来到这个行业 我来透过这个行业 我了解到保险的功能 比我想象中的还多 它可以给我们很丰富的退休金的规划 还有一些传承规划 乃至于在税务管理上面 发挥很大的功能 所以慢慢的在这里面来讲 我也学习到更多的技能 尤其在我们的团队里面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来讲 很多的团队里面 我们跟着很多外面的外部顾问 形成一个有效的配合 所以包含这些外面的 证券公司的营业员 里专 受险顾问 乃至于投信 代书 会计师等等的一些专业人士 是我们优先跟他们合作的对象 也尽为这样子 所以慢慢的 我们在组织里面 有丰沛的资源 有丰沛的资讯可以讨论 所以慢慢的 就我个人来讲 我就慢慢的在这边成长 也往下一个阶段里面 逐步的成长 我们组织在前进中 是好 所以协理跟实经理 都是来自证券业 是 所以你们原来在证券业里面 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发展了 但是你们毅然决然离开 然后加入保险这个行业 是因为我在证券业14年 在台湾最大的证券公司 原大证券 服务了9年 主要的是做投资 是是是 石树经理也是 也是 我也是 是 如果我在对他对岸 我在凯西证券服务 是是是 是 那韦如经理呢 我在从事受险业之前 其实是来自一般的传统产业 因为以前在念书的背景是护理人员 所以在护理的高职生涯三年的时间 然后再加上大学的四年的时间 所以我想其实没有人立志出身就要做保险 那当时会投入保险业呢 我想一定也是一个机会点跟时间点 但那时候我觉得差一点是在于 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一个22岁的社会毕业新鲜人 其实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要选择就业 因为选择安定的一个生活 但那时候我在 因为我本身是嘉义人 所以因为来台北念书的关系 然后有机会接触到我的朋友 那他本身就是从事受险业 那其实他刚开始看到我的时候 他没有觉得我很适合做业务 因为他认为一个在护理界 然后念了七年书的人 其实大部分应该都会选择就是从事这个行业 那当时我加入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那时候面谈我的主管 他跟我说 他说如果你人的一生都已经可以去算出你这一辈子 因为拼命所带来的总收入跟你的生活品质 那你去思考一下 那护理工作会不会是你觉得要长期去发展的工作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是他跟我强调的是 其实做业务一定要趁年轻 因为虽然年轻没有客户没有技术 但年轻有的其实是时间的本钱 所以那时候我思考一个点 如果我只要投入本人 那本事有人交 然后本钱公司会去协助 那是不是我有机会就可以来这个行业了解 那进而接触了这一个产业之后 我才发现说 其实整个以台湾目前的投跑率来讲 大概200多% 那其实保障市场它虽然已经饱和 但是因为当时加入这个团队 比较主軸都是在谈所谓的退休还有储蓄 那我认为其实因为现在的华人都有储蓄的概念 而且因为也偏保守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是当时在毕业我 然后选择第一份工作 其实我看到的是一个时间点跟机会点 不到像现阶段大概30几岁 已经有开始更多的思考 所以那时候只是一个毕业社会新鲜人 在找一份工作 那这个工作可长可远可疚可大 所以当时就因为勇气 然后加入了这个行业 是 我想刚刚提到说 没有人生下来就立志要做保险 但是我们有很多保险科系的学生 经过老师的教导 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行业 不过还是有经过这样的过程 那以公司这样的你们的团队看起来是说 背景大部分都是已经有出入社会了 步入社会了 然后在不同的领域有一些经验 然后才来保险这个行业 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社会新鲜人 完全都没有这样的经验 会不会是你们想要吸引的对象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会来跟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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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个基优的团队 保险基优的团队来为您现身说法 他们怎么样从不同的领域加入保险 然后发展出自己很不错的一个团队 然后在这个团队里边发光发热 然后服务我们的保护 回来刚刚我提到的 然后就以你们的背景 护理的 证券的 投资方面的 那对你们来讲 你们的团队是不是都是要吸引是这样 至少有一点社会经验 社会历练的人来加入呢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加入 我要透过什么样的管道 其实做保险就是做业务 那既然是做业务 两件事 第一个客户 第二个销售技术 那客户呢 如果说一般新鲜人 他通常客户数比较少 所以他就做陌生拜访 那陌生拜访的接触的客户的基础 会很薄弱 客户的信任度 所以他会很辛苦 那原则上如果说在社会上 有一些历练的话 透过缘故转介绍 那事实上效果很好 那就以我来讲的话 我以前是证件公司的 所以既有人卖 都从那边 我11年来 今年卖入第12年 全部都是客户转介绍 因为你既有人卖的话 这样子来讲会好一点 那当然我们不设限 新鲜的人一定是说 不可以是年轻人 当然如果说有一些社会利点是最好 那如果说是新鲜的人的话 他要有勇气 他愿意栽培自己 他希望能够自己有成长 那是最好的 那如果说一般 为什么说很多人说保险不好做 事实上是 他的人脉圈没办法打开 如果他能够有开发的能力 能够打开 那事实上这个行业就很好做 石经理呢 是 我觉得人才不能被说服 人才是被吸引来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端位里面 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金融同业交流 我们可以达到三个非常重要的效果 再透过这个金融同业交流的部分来讲 当我们业务员遇到客户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必须寻求外部的朋友的顾问的一些协助 所以客户可能会有需要一些税务的东西 也有可能需要代数的东西 甚至一些法律背景的人 所以第一 我们可以寻求向外部朋友的配合 所以他们可以透过他们的协助 让我们对于这些内容是更加的了解 当然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很多客户他会因为透过这些人的认识 而了解了永达 因为这些外部的朋友也想要透过我们来研究 来学习这样的技能 所以那时候我们单位有一个投信的主管 他也是想要帮客户解决他税务的问题 传存的问题 于是乎他开始寻求有没有可能有哪些方法 是比较适合跟客户在做说明的 于是乎他接触到永达之后 发现到永达的一些技能 讲座是可以协助客户的 这个工具也非常的重要 于是乎他也因此跟永达结缘 进入我们这个团队 第三也因为单位里面有这些高高教人 高专业的人士在里面 所以我们互相在寻求知识的协助的时候 会非常的有帮助 所以透过以上三个内容来讲 我们大量的去跟外面的金融朋友 可以跟他接触 所以我们团队里面 常常我们讲的我们是个小金控 所以我们单位的主管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slogan就是 以平台吸引人才 以人才来服务平台 这是我们单位最重要的slogan 谢迪当初您也是被一个人才所吸引的 除了听那个演讲以外 也就是说带领你的那个主管 对不对 那个韦如经理呢 你刚初加入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在加入这个产业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他有三个部分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自我本身的态度 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开发客户跟转介客户 然后还有服务客户的一个能力 然后第三个当然你的专业技术 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其实在加入这个团队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跟对人 然后选对平台 然后在一个对的环境里面去发展 还有每一天你怎么样去透过找到对的人 做到对的事 然后以至于说对的话 我相信其实这些步伐都来自于两个部分 一个是自我的训练跟教育训练 所以在永达公司的一个平台 然后包含我们团队的平台 其实从礼拜一到礼拜六 每一天八点半到十点半 都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教育训练 活动的训练 课程的训练 都是为了要提升业务 这个部分的一个能力的精神这样子 我想如果说我们吸引的是 已经在社会已经有稳定工作的人 难度其实是不比吸引年轻人来得低 因为我已经有稳定的收入 那我也很熟悉了 我到了这个行业来 我要重新学起 而且他的收入是不固定的 我也不确定我可不可以成功 所以你们是怎么样 譬如说对一个可能他在这个行业里边 像譬如说协理在证券公司已经89年了 那你进来你还是从保险开始也是开始学习嘛 那一定有一套可以让你很快进入这个领域的一些方法 或是刚刚韦如经理讲的那些平台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一般来讲说如果说要进入像受险这样一个平台的话 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很难很难进入 因为比如说如果说假设他自己在社会上已经有历练的人 好比说以前我在证券公司 我要放弃我在证券公司的高薪 所以那时候我连续四年第一名 所以业绩很不错 那你说要放弃 其实我们常讲收入就两种 一种是用时间看报酬 一种是用绩效看报酬 就看你选择什么 那我选择的是用绩效看报酬 我在证券公司我们也是用底薪加绩效 所以我能够接受用绩效看报酬 所以很多人说那我固定工作固定收入 那也行啊每一个人选择嘛 所以如果他有意愿能够改变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希望说能不能有机会当成一个伙伴 那我们会有一个销售的流程 那像这个我们的销售流程里面 其实这个在训练新人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销售的四个流程 是 传递知识 建立观念 引发危机 创造需求 其实透过这样的销售流程 可以训练很多的进入这个职场的人 他能够知道我们在保险业就是卖单薪给安薪 因为保险就是风险转嫁的概念 对吧 那风险有哪些呢 生脑病死残 那人生风险 接班风险 继承风险 投资风险 所以这些风险其实都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透过一个就是建立观念 当客户有的观念 传递知识 建立观念 引发他的危机 最后可能就是有需求 那这样来讲的话 就很容易进入这个行业 这个是我们团队的一个训练系统 我们是有担心的 但是你们是在卖单薪 然后透过你们的解决 然后给安薪 就是可不可以给我们几个成功的 这个复制的模型 或是你们的经验呢 一般来讲其实 什么是复制 什么是成功 那复制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要成功 那其实在复制成功模式 要创造三赢 第一个就是客户赢 那赢得财富 赢得规划 那第二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业务赢 赢得信任 然后还有要赢得业绩 那第三个部分 其实是公司赢 那公司要赢得团队 最后其实要赢得市场 那其实在我们范本来讲呢 不管是左手要 左脚是销售 那右脚右手是要做发展组织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销售流程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销售的复制模式 那你会发现其实做业务最需要的就是人脉 那怎么样去选到你要的人脉 其实从一个人脉进来呢 我们都会有一个名单的管控表 去分A级B级C级 所以从名单的开发 然后到经营 像我们刚刚就是沿泄里谈的部分 这是个经营的阶段 到最后的服务 其实我们的流程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 让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不管是新进的人员 或者是以前还没有从事受刑业的人员 他都有一个模式 可以去用SOP的流程复制 所以销售会有销售的流程 那发展组织呢 一样其实也会有一个流程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每一家公司可能差异性都不大 但最重要的怎么样透过我们 在单位的教育训练 每一天没有提供底薪的单位 8点半到9点20 就两两去Roll Play这个模式 我觉得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复制模式它必须要不断的练 不断的练 最后到市场用 那用到到最后可以熟能生巧 变成身体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所以我们不但要开发业务 要去寻找客户 我们一方面也要发展我们的组织 这个有没有办法兼顾 我做业务拜访客户都不知道在哪里 我怎么样去发展我的组织呢 施经理 对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业务营的能力 在于能够解决多少客户的能力 在刚开始的我 我也是觉得说 我应该充实很多的知识 来解决我客户的问题 所以慢慢的 我也放弃原来的工作 开始转任 我如何帮我客户寻求更好 更多更广更深的内容呢 所以那时候对初期的我 大量的学习 开始投入这个行业 也服务很多高资产客户 也包含这些客户里面的各种需求 慢慢的我知道我可以 我的能力也越来越好了 但是慢慢的我会知道一件事情 当你的能力越加的时候 你应该考虑到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你能够带给团队什么 你可以带给你后面的接班人 更多的愿景更多的格局吗 所以慢慢的把自己的能力传递给他们 建立团队非常好的文化共识平台 所以我们单位里面非常重视的是 一个平台制而非师徒制 透过大量人才在里面 互相的学习互相的运作 透过这个平台来提供更多的资源 所以每个伙伴进来之后 他可以不断的在里面做到学习 也可以冲到帮他客户解决问题 所以慢慢的我把我的技能 开始传递给我的组员 协助他们能够在这行业里面 在初期里面 学到更多的东西 能够让他发光发热 所以慢慢的我也从行销 完成终身会员也慢慢过渡到 也慢慢过渡到组织 想要朝促进来迈进 如果我原来是在这个行业 那我有一点担心 我想说我先来试看看 尖着做看看 然后等我觉得OK了 稳定了 我再把我原来的工作辞掉 再跨过来 这样可行吗 这样子也是可行 不过因为 比较安全一点 时间在哪 成就在哪 尖职的人大概就是尖职的收入 我想说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事业 而且有使命感的话 因为保险是解决人生的一些风险的 所以我们只是把风险如何转嫁出去 那他可以先来上课 先来了解这个行业 就像当时我来了解 为什么保险这个工具 我们以前认为是生病才用得到的 那为什么现在不是说生病的 包括保险有医药费 也有生活费 我们主要的 像我们公司在主攻的是 生活费这一部分 就是退休养老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他如果说做兼职也行 可是我会建议的 专职会比兼职会好 要壮士断暖破釜成舟 全心投入就对了 是的 是的 我想如果我们没有接触 很多人可能看待保险 大概就是他头脑里边想象的 就像全民健保一样 就像机车保险一样 但一旦跨入你会发现 保险的功能 不是像你想象的 这么少而已 它真的是可以 整个家庭 整个国家社会 都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功能跟角色 那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比较适合做保险 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来讨论 这样的一个议题 每一刻都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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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今天为您介绍保险的基优团队 那怎么样吸引志同道合的伙伴 怎么样透过平台 然后打造自己的基优团队 好 刚刚我们提到的 我们做保险多少 应该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点吧 像刚协里提到的 您不怕那种不稳定的收入 您也习惯用绩效来考核 你应该讲成你自己就是老板 对不对 我多认真 我自己打薪水 好 那如果 如果我是比较 不是像这样的特质的人 有没有机会加入这样的团队 一般来讲就是 如果是这样的团队 这样的人才进入团队 他会比较辛苦 因为在我发展团队的过程中 其实分三种类型的人 20%的是自动自发 60%的人需要人家教导 但是如果说他这样子被动性的 最后20%的人 最后还是会淘汰掉 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说保险不好做 就看一人而已嘛 现在目前虽然是37万的保险大军 但是真正在做人生的保险的业务员 只有19万而已 比起2000年的时候23万是少得很多 是 所以要什么样的特质的人才可以来做呢 其实主要就是决定他的态度 他有没有自律性 他如果说能够管理自己 包括他可以管理好自己 透过时间管理 那其实这样来讲的人才 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特质的人 有机会改变吗 韦如经理 其实我觉得人才他是没有办法被训练的 但是他是可以被挖掘的 因为在这个产业来讲 其实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 其实我们的统称是业务人员 那业务人员怎么样透过训练 然后去达到业绩 那其实就会成为公司的人力 但是人力要开始慢慢培养成所谓的人才 到最后呢 你有没有办法成为这个行业的人物 其实我觉得除非业务员本身 第一个他要清楚他为何而战跟为谁而战 否则来到这个行业 就是因为他的自律性跟自发性是很强的 所以当然他可能会希望先追求时间自由 再去追求所谓人生的财富自由 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 我们本身没有自律的习惯跟能力 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团队 然后还有我们的教育训练来做管理 所以如果一个自律性 他比较没有办法去自我管理的人 其实来到这个行业 他会用看似想要创业的心态 但他却用就业的行为模式 那我其实相对来讲 这样在发展上就会是很难的 是因为心是没有办法全新的 所以我认为要进这个行业态度最重要 但是有了态度 其实最重要就是要听话照做 然后在你的展业过程里面 不断去找到你的热情 以至于在这个行业 你最后会用信念跟理念 来推就着你一直往前走 所以我觉得态度其实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刚刚讲说 只要想踏一只脚进来先看一看 然后还想保有原来工作那个人 可能就不符合你们讲的这种特质了 史处金您呢 我觉得就像两位所提的 态度 纪律 企图心 是我们单位非常重要的文化 所以纪律这件事情来讲 刚刚前面两位已经充分的表达了 我想要补强的部分是关于信念的部分 尤其在我们这个行业来讲 有时候在不同的时节点 有时候因为客户的需求的改变 政策的改变 或是客户的需求也好 政策的改变 都可能引导新的上级的出现 所以业务员不但要主动积极 去寻求机会的出现 并培养相对应的厚实的能力 但是有个重要的答案是 你如何对待这个行业的热情 心态 其实我最强调的就是信念 所以我自己也曾经在中生会员的路上 也经过2008金融海啸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大部分的业务员 是不太敢去见客户的 这时候市场上一片的萧条 这时候能不能秉持着信念 我们这行是怎么去服务客户的 所以当时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 去整理市场上所有的资讯 来去跟客户做简报 去跟客户一一的亲自去说明 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 我做了一件事情 是我去见客户的时候 客户居然很大声的跟我讲说 哇 这么不好的时局里面 其实业务员都不敢来了 而他认为是在保险是 人不好的时候才会用得到的 可是在最不好的时候 业务员都不敢出现了 而你却敢来面对我 还要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觉得我是一个秉持的热情 在服务客户的使命感 所以如果你很多时间有他的信念 对你的工作也好 对客户的服务也好 一定会有相对应的客户对你的信任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来讲 我觉得任何特质对我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信念 信念可以带给我们穿透很多困难 也可以带给我们客户更多的信任 而你的工作岗位的坚持 也是你这行里面的 至善的不二法寶 所以我想信念应该不是 进来的第一天就有的 对不对 这过程也应该遭遇非常多的挫折 被拒绝 那谢霖你怎么样 建立你的团队的信念 我们团队的文化就是 态度纪律 企图心 做人做事自能有 这是我们的团队的文化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新人进来的时候 都要求他做到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基本的一个信念的要求 他如果说能够正向的态度 对他的工作有使命感 他可以要求自己做好自我管理 以及比如说课程 自我学习 这样子的包括团队合作 如果有这样子他的信念的话 那对他来讲的话 在这个行业是会做得很好的 那我们有没有同仁是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业绩 没有收入 可是他光靠着信念 就可以撑得过来了吗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怎么样辅导 还是说他就阵亡了 其实我自己本身在 进这个产业的前两年 就是兼差的状态 我是白天在从事休闲业 但是因为会担心不稳定的收入 很多人都说这个行业 不稳定有两种 一种是不稳定的没收入 一种是不稳定的高收入 但是人一定会从不稳定的低收入到高收入 其实他是需要一个历程 所以其实我白天在从事寿闲业 那我晚上的时间就是在打工 那这段时间大概维持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挫折他怎么去度过 因为我们的挫折我觉得会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对内 业务自己本身走不出去 因为对保险没有信念 那对外呢 针对客户的部分是客户不让业务走进来 这个部分也会让业务产生挫折 那其实我觉得在面临挫折的过程里面 不断的去充实自己对于保险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有保险可以带来的附加价值 其实如果可以秉持的这两个最基本的价值观 我相信其实再多的挫折都会让你坚信 其实你进了这个产业最重要的初衷是要去协助人 透过一个风险控管的工具 然后解决到问题 所以即使挫折的大或小 他需要时间的消化 但你最终会因为你的工作的核心价值去协助到人 那因为这个信念其实就可以让我 或者是我觉得身边的同人也一样 当他们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回过来去谈谈他对于保险业 他的价值是什么 他对于保险工具的价值是什么 只要他认为这可以帮助人的一天 我相信其实这个信念都可以让他很快的再出发 指数经理 对我来讲MDRT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技能的挑战 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个意志力的提升 所以完成MDRT来讲 常常我们谈的就是他的信念 所以每次跟组员在谈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 为什么业务员到12月都能够完成目标呢 因为他觉得我这时候我一定要为自己而勇敢 所以不管大环境的改变 或是刚刚我讲的2008的金融海啸 业务员能不能秉持自己的信念 天道酬勤 然后我们董事长常跟我讲说 其实当主管的不要一直盯业务员的业绩 而应该重视他的过程 所以如果我们在过程之中施予必要的报表管理 把定期的追踪业务员给他必要的协力 在个案上面给他帮助 我相信主员会觉得说 我们在往前走的路上来讲 有主管的协助 有客户的信念 有客户的信任 加上我自证的信念 我觉得很多答案会自然的产生这个好的结果 所以MDRT追求的就是一个意志力的表现 他追求的也是一个自我信念的提升 所以这行业来讲 对每一个从业人员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人生试金石 比如说你有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去追求那个目标 是的 然后度过那个低潮 是的 然后刚才提到说透过公司的平台 然后就可以有一些学习 总有一天客户会让你走进去 然后业务会走进来 而我想公司在销售的商品上面 是有点不同的 我们有蛮多跟金融商品像结合 或是我们也可以跨到除了保障以外 我们怎么样做退休规划 在税务的规划上面 那个SOP还有流程 一定有非常独到的地方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为您揭开 这个独到的秘方是什么 在税务就这样 当明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欢迎回来 除了透过今天的电视节目 让您了解 怎么样去打造一个保险的 经营的团队以外 平常如果您对保险 还有相关的理财 税务规划有任何问题的话 您都可以就交 由现代保险教育事务基金会 所成立的保险消费者服务中心 线上的顾问都可以 义务的协助您解答任何问题 或是为您排解保险的纠纷 我们电话是02-8866-5238 转885 或是您也可以上 现代保险的资讯网 去直接有点括号的意思 去预约顾问的时间 这个基金会已经三度荣获 教育部跟台北市颁发的 推展社会教育友工团体奖 好 我马上回来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 业务员的人格特质 各方面等等的 我想除了这个以外 先天的条件以外 加上我们的培养以外 非常重要的是说 在公司的平台 或是我们的整个团队的经营 我们要让业务同仁销售 比较是属于退休规划的 或是比较专业方面的 那种保险商品 一定有它 比较独特的一个地方 这个应该是公司在经营上 很特殊的地方 是不是协力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你们销售金融商品的这种 SOP或是你们的步骤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一个训练系统 我们每天早上的早会 有在做Low Play 所以有一些的资讯 可以跟所谓的这个组员 去做教育 那包括我们在预诊的时候 像这个 这个是水平时间管理 那水平时间管理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包括比如说开发客户 比如说这个组织发展 比如说训练业务员 那包括这个就是服务客户 准客户 所以其实两个小时的讲座 传递了很多的资讯 这就是一个训练的SOP 那么两个小时的训练 可以代替的很多的公司的 十个小时的一个工作量 所以有效率的工作 让工作有效力 这样子的训练流程 可以让我们的战力可以提高 听说这个沿协里带军严谨 然后这时间的这种控管 也非常非常的严格 应该由两位处经理 两位经理来说一下 您应该也是在这样的严谨之下 被训练出来的 我先来补充一下 确实沿协里在我们单位里面来讲 态度激励 气毒型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 但是业务员的技能的养成里面 除了严谨的训练之外 还有一些单位里面的一些SOP 来协助业务员学习更多的知识 所以就我们的 就我们的帮业务员的养成里面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随着客户的资产的累加 政策的改变 全球政经的动荡 业务员必须对市场上 要有非常好的敏感度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透过礼拜六的财经讲座 来解析市场上的趋势 去研读市场上面的情报 对于业务员在掌握市场上面的 议题分析上面来讲 就能够有效的准备 然后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透过外部的资源 来让我们这个课程 让这个议题能够更加的深入 因为里面的说法也好 相关的规则也好 都会让我们必须要更清楚的 才能解决客户更深的题目 那到第三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一个读书会的养成 因为这些东西必须需要消化 所以业务员学很多不重要 重要是他能够把它用得出来吗 所以读书会就在训练业务员 能够在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能够把这东西变成行销的语言 到最后来讲的话 我们会透过一个叫做 个案研讨的状况 因为个案研讨能够提供客户 可行的解决方案 透过不同的激档 透过不同的经验的主管来引导 所以业务员能够提出的方案 就会更加的完整 更加的完备 所以透过以上的循环之后 业务员对于掌握度 市场上面掌握度就非常的好 就像今年以来 一直有很多的议题 在激档着我们 包含一例一休 全球返避税 以正税的调整 乃至于我们这两天才发生的 两岁合一的新规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跟客户 建立非常好的谈话的谈资 年金改革议题也在发酵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业务员 可以跟客户在访谈内容中间 提供客户有效的资讯 但重点是 业务员可以跟客户谈到多深 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到哪里 就靠平常SOP的养成 那协理帮我们布建了一个 非常好的平台 在这平台上面 有很丰沛的资讯 还有有经验的MTRT的主管们 在互相的协力 所以这部分来讲 对我们单位的成长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想团队的运作非常重要 就是经验的分享 因为每一个人遇到的客户 都不大一样 或许您的经验会 下一次我会用到 所以我们整个在运作上边 这个是我们在平台上面 运作非常重要的 不过我也带到一个问题 因为事实上有很多人 在观望要不要加入保险业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说 看起来好像收入很高 工作也很有弹性 可是我看到身边周遭 大家都有保险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看我们受险投保率 一个人都至少两三张的保单了 那我们还有空间加入吗 我还有机会加入 然后获得客户服务的机会吗 其实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当然就是 以目前的保险的密度 大概以密度的话 大概就是14万 接近14万保费 那保险渗透率在台湾的话是19 19.16 那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 目前它的保险密度的话 大概是2258人民币 大概就是1万台币 那我们这样子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密度来讲的话 是大陆的13.4倍 那如果是渗透率的话 大陆目前渗透率是4.16 那大概就是4.6倍 其实大陆的市场 反而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新兴的商机 那如果说是 以目前来讲的话 大陆的土地面积是267倍 那人口数是58倍 所以事实上 这个商机是 未来的市场发展方向 是在大陆 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然先到 就是在台湾历练练 说不定大陆的市场 这很大 有机会到大陆去发展 是的 尔如经理 有打算去大陆发展吗 还是您现在已经 也在那边发展了 目前是还在台湾发展 还没有前往大陆去发展 那我觉得就针对 刚刚主持人提的部分 其实要加入整个金融产业 还有没有空间 我觉得它来自于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公司的市场定位 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是 业务的市场机会 当你的市场定位 跟你的市场机会 它是存在的时候 回过头来 它的训练才会是有效的 举例来讲 其实在我进这个产业 一刚开始我的公司跟团队 主轴也是大部分 是以保障市场为主 当以保障市场为主的时候 其实它并不是不好 而当人手已经两到三张 保障型的保单的时候 那通常很多人会看到的 不是商机 而是看到的是危机 因为就以整个台湾的 从业人员来讲 有34万人口 那新生儿呢 每一年大概位居在16万 那如果农年呢 可能还会再往上提升 那如果以新生儿 才有办法做到一个 全显保障 很多人就会认为 是不是就以投保 保障型的客户 然后特别去帮他们 补所谓的缺口 所以当他们以这个部分 来评估 要不要进这个产业的时候 我觉得实际上就把保险的功能 做小了 因为我们整个永达 其实实际上定位在所谓的退休 那就以现在的台湾人口数 从25岁到45岁 大概有750万人 那如果一个人在退休的时候 需要500万的退休金 其实这市场有400 整个有40兆的一个商机 那就以现在的台湾整个储蓄率 其实也有至少40兆的一个商机 那财富管理其实也有20兆 所以取决于还是业务加入的思维 它的市场定位到底是在保障型的市场 还是退休的市场 还是财富管理的市场 我觉得这才是取决于它加入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一个成长的空间 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投保率 或是说协理分析的那些数字 毕竟有时候它是一个平均数 那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的话 就我们死亡保额其实也才五六十万 非常非常低 那政府的这种 你说政府这种年金改革 引起那么大的反弹 就是表示大家对退休的规划 并没有自己做好准备 那可能全部都要仰赖政府 所以当政府法令做一些修改的时候 就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所以那一个部分的空间 其实还是相对非常非常的大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跟你们讨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邀请永达宝金 由严富敏协理所率领的 他的打造的基优团队 一起来为我们分享 在保险业怎么样透过团队的 互相鼓励 互相学习 然后透过公司的平台 在保险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我想协理听说您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对岸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大概人数也不妨多让 你跟台湾的这个 那对于未来的年轻人或是我们的团队加入 您对他们想说如果未来在对岸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远景 大陆其实现在目前来讲的市场的成熟度越来越好 那尤其是就我的团队来讲的话 我的团队在2016年到跟2015年 人力成长是10% 业绩成长是39% 就台湾的团队来讲 将近百人团队的话 有这样的成绩算是不错的 可是我在2015年的7月到广州 那广州算是保险大胜 一个广州是大概2000万人口 所以我从一个人到现在目前130组 到年底大概会有200组 那绩效都是倍数在成长 所以未来的市场是很大 但是如果说要前进大陆 那一定是要在台湾 先立足台湾 你要先把所有的销售技能能学会 因为到大陆去市场很大 没有时间再去做训练 您刚刚讲的那些人都是 当地的 对岸的人 是的 所以如果我们这边过去 就是发展团队 是的 发展团队 那因为我们去是把这边的经验带过去 所以在带领团队来讲的话 像我的团队 我把台湾的团队的文化带过去 那态度 纪律 气图心 其实这个是我们 也带过去 对 这是 因为我们是赢家团队 我们要成为人生赢家 首先的就是态度 那自我的要求 那气图心 气图心是自己设定的人生的梦想目标 所以有的正向的态度 有积极学习的态度 那么气图就是管好自己 其实保险业就是一个自律的行业 你要管好自己 自我学习 自我成长 那么自我管理 包括管理客户 管理时间 这些都非常重要 那如果说能够做到这个 我们希望的各行各业的经验 都可以加入这个团队 那成就一个高绩效的一个团队 是 是 石处经理是什么时候要争处 越快越好 我常常跟我自己也好 也跟业务员讲 市场上并不缺业务员 却有亮点的业务员 你的价值来自于 你能够解决多少客户的问题 及赢得多少客户对你的信任 所以事实上两岸三地 有非常不同的市场的结构 如果我们传统上面 看到的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保单的市场 是一个非常竞争的鸿海 但是事实上在南海市场里面 有高端客户的需求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不同的税制的改革 不同政策的改变 都影响着客户资产的重新的配置 也包含它全球资产的重新的再制 在这个过程之中 业务员的角色在哪里 能够协助客户做到哪一个点位 就看这个业务员的亮点到哪里去了 所以第一 高端市场里面并不缺 第二点的部分来讲 刚刚洗礼提到 两岸三地来讲 都有不同的保单的规划需求 所以在大陆也是一个 非常好发展的一个机会点 再来就是目前的全球的资产的配置来讲 这些富豪们在移动他的资产里面 有更多的考量 包含税制 包含传承 包含他的晚年的退休安养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所以立足于台湾 把这些客户服务好 甚至深耕这些客户 进而发展高端的业务 再来你可以展望到大陆去 发展那边更大的团队 更大的愿景 所以跨足于两岸 把这个绩效做出来 就有赖于两岸三地 这些主管的努力 所以在训练一个 非常机会团队里面来讲 自我的期许 自我成长就非常重要了 好 委入接礼 赶快讲 其实在整个金融产业 看的就是两个市场 一个是人的市场做销售 另外一个部分是前的市场 组织发展那我认为 曾经有一个从业人员 做了十年他说